新闻夜线节目发布公告 公告如下,今夜最新各级防训部门已经进入实战状态,针对第十号台风安比对上海可能造成的大风暴与影响,必要时将全面取消大型户外扩动,暂停户外游乐设施使用,甚至停工、停赛、必远、必市。 其中就包括7月21日周六晚19点35分的上海体育场将举行的上海双港对战广州恒大的中超足球联赛。